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全国就位一台贾博斯时间 我是宝洁的妹妹,文洁 贾博斯时间第一集播出之后就获得广大的回响 感谢各位观众们的热情支持 今天我们同样的邀请到职场专家贾博斯 来跟新鲜人聊一聊,究竟要怎么样第一次面试就上楼 欢迎贾博斯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贾博斯 贾博斯啊,观众最近好多新鲜人在找工作 可是一听到面试,他们就头皮巴麻油轮刺 究竟该怎么样才能够顺利面试获得主考官的青睐呢 好的文杰,面试想顺利,有些虾是千万不能做 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 喂,请问你是周小姐吗? 哦,对,我是 你不是约今天早上十点要来面试吗? 嗯,那个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突然觉得手冷脚冷,全身无力 嗯,好像感冒了,可以跟您约改天吗? 好啊 接到面试通知,万一不能准时赴约 至少要在一个小时前,就以电话软转通知对方 以免留下恶意缺席的印象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周小姐,你比面试时间晚了半小时,是路上发生了什么事吗? 哦,那个你们公司实在太偏僻太难找,连我手机上的Google Map都找不到,sorry啦 面试时准时是最基本的,最好能提前十分钟左右到场 万一真的因故迟到,也应该赶紧致电向对方道歉,并告知可能到达的时间哦 您是从哪里得知这个工作讯息的呢? 呃,我是从那个,E,E什么,什么什么网看到的,诶,名字有点忘记了耶 我马上用手机查一下好了 诶,是全国就业一网吧 哦,对对对对,就是全国就业一网啦 嗨,请问你知道我们公司主要的业务内容吗? 哦,我知道啊,我尝到你们餐厅用餐 牛排实在太好吃了,那个CP值超级高的 哦,我们是连锁加油站,不是卖牛排的啦 面试前没做功课是求职的一大禁忌 就算是毫无经验的新鲜人,对于公司的背景,工作的内容,也应该要有基本的认识与了解哦 你觉得你能胜任这份工作吗? 嗯,如果不能,我就不会来这里面试了 啊,对于这份工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嗯,对于工作内容的话,我有以下几点要求 第一,我不出差,第二,我不开会 第三,我不应酬最重要的是,我不能加班 因为妈妈要我每天晚上都要回去吃晚餐 诶? 面试时切记自吹似雷,态度高傲,应保持温和的礼仪及谦逊的态度 这样才能为你的面试加分哦 哇,贾伯斯,这些真的是太瞎了 谢谢面试时啊,可记得千万不可以办这些禁忌哦 否则啊,面试官30秒就跟你说out 没错,稳健 最后提醒求职者 面试想成功,只要谨记五大要领 一,面试虚准时 二,穿着应得体 三,资料先收集 四,态度要诚恳 五,口调要清晰 要记住五大要领 来 面试虚准时 穿着要得体 资料先收集 态度要诚恳 口调要清晰 要记住五要领 当你第一次面试上手,就上手 没错,只要做好充分准备 就能让主考官一眼就爱上你哦 大大的提高面试的机会哦 没错,贾博斯 今天呢,谢谢贾博斯来跟我们分享哦 贾博斯时间呢,今天就到此结束啦 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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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